哈喽大家好,我是达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道爆浆玉角 接下来把12个咸蛋黄换入烤箱烤 360华氏度烤10分钟 大概烤得这样起泡了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等着冷了之后再继续 玻璃碗里面是100克白糖 把15克鱼椒粉倒进去 搅拌均匀,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把200克清水烧开 烧开后关慢火 把白糖和鱼椒粉全部倒进去 搅拌均匀 把它烧开 烧开后关火 把180克黄油倒进去 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等它冷了之后再继续 这里的咸蛋黄已经冷了 把它搅碎 搅碎一点都没关系 把35克素粉也倒进去 35克吉士粉 开的最慢的档 慢慢的把干菜换凉的糖水慢慢的倒进去 搅拌均匀光滑 搅拌均匀光滑 芋头剥皮后300克 切了小片 开水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 在蒸芋头的时间 我们接下来把110克清水烧开 烧开后直接倒入玻璃这个碗里面去 里面是对面70克 稍微搅拌几下 大概这样的形状了 然后再把20克对面也倒进去 再继续搅拌几下放在一边备用 芋头蒸熟后马上开始制作 4克盐 2克味精 适量胡椒粉 然后把它打成梨 打成梨后把这碗对面倒进去 继续搅拌均匀成团 最后把60克猪油换进去 搅拌光滑就可以了 取出来后 换入冰箱冷藏3个小时 到一个星期都可以制作 用厨房纸把荔枝肉吸干水分 用厨房纸把荔枝肉吸干水分 先拿部分的流沙把它拆光滑 这里的流沙做不完 可以冷冻起来 然后拿4样的线把它塞进去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别忘记帮我节目点个赞 还没订阅的朋友 你就订阅一下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下一期有更精彩的节目 就不会错过 谢谢你的支持 接下来把芋头搓光滑 准备开始包 这里的芋头呢 大概可以做12个左右 每一季纸大概是40多克 不过这个大一点小一点的没关系的 在 sehe 70多克 我看到整幻影地发酬 再以来把芋頭搓光滑 thigh 这里的蹭工いて 是个写出来 在那边的低迷 5克 3克 先 Beat 3克 5克 5克 2克 5克 3克 5克 6克 5克 夾之前呢先试一试油温了 先拿一点点扔下去 浮上来之后 没有黑 没有散掉 那就证明油温是可以的 这里的油温呢 大概是350华氏度 然后慢慢的换下去 不要马上换下去的 这个炸这个环节呢 是很有技术的 所以要靠你自己呢 去掌握 这个讲的是很难讲得清楚的 炸到你认为颜色很漂亮的 金黄色的 然后就可以把它取出来的 放松 在这位 不是 这个 没有 我没有 好 这回事 很好 你先烧好了 先烧好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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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右边 現在來見證奇蹟的時候 好像炸彈一樣爆開 非常的酥脆 今天的節目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你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